欢迎收看长春养生密码 心脏衰竭俗称心脏无力 一般指的是心脏没有办法有效地 把血液打到器官提供养分 有没有什么警讯可以让我们提早发现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长庚医院院长陈文俊陈院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院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心脏衰竭最担心的就是太晚发现了 会像骨牌效应一般 五年内的死亡率达到50% 听起来真的是蛮可怕的 请问院长有没有什么警讯 可以让我们提早发现呢 平常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平常的活动 如果你觉得最近开始 你的活动力下降 很容易喘 这个时候就是要开始提高警觉 我举一个例子 你过去爬到三楼 可以一口气爬上去 现在爬到二楼 就必须要休息以后 才能够再往上爬 这就是一个警讯 你平常睡觉一个枕头 现在如果开始要两个枕头 才比较舒服 或者你发现你睡到半夜 要坐起来喘 或者开始肚子胀 下肢开始水肿 这些都是一个讯号说 你的心脏发生的问题 所以总而言之 泪喘跟肿 就是警讯嘛 对不对 那如果像是遇到感冒 比较难好 会久可不遇的话 这也算是警讯之一吗 对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 会不会说是 一般的像感冒的症状以后 开始会开始觉得呼吸困难 有时候会冒冷汗等等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给医生看说 是不是引起 譬如一些病发症 以心肌发炎呢 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 从医师的角度来判断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除了警讯之外 有没有哪些人就要特别留意了 比方说我是哪个族群 我可能就要比较留意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般来讲心脏衰竭 大概都会发生在一些 譬如说你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血脂肪过高 平常有抽烟等等这些人 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说 有没有产生这一类似的 病发症出来 其中糖尿病的患者 是不是要特别留意了 对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 它很容易造成一般的血管 尤其小血管的病变 那这些在心脏的肌肉里面的 这些冠状动脉循环 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相对 也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 如果很不幸的心脏衰竭了 现在治疗的方式是哪些呢 一般来讲心脏衰竭 如果确定诊断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分成 不同程度的治疗模式 刚开始我们会建议它 从饮食跟生活习惯开始 所谓饮食 我们希望它是用低盐的饮食 就是每天的盐分的含量 不要超过三公克 然后呢就是少吃脂肪性的食物 然后生活做起要正常 不要熬夜 然后要依照自己身体的体能 做适当的运动 这就是开始治疗的模式 如果这种治疗模式 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 心脏衰竭症状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就开始 要用药物来治疗 药物治疗 对 那药物有很多种药物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会依照病人的情况 来选择不同的药物 那如果药物治疗还没有效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做一些 比较清晰性的治疗 这个依照病人情况 做不同的决定 所以就是动手术的意思吗 诸如此类的 那假设治疗之后 有办法就是可以完全恢复到 以往生活的样子吗 一般来讲 我们会患病人的病因 因为心脏衰竭原因很多种 看它的这个原因来做处理 有的造成心脏衰竭原因 是可以控制的 那它病人的情况 就可以恢复到 类似原来的状态 那有些呢 当然如果是包括时间 跟它的严重度 会伤害到心脏肌肉的话 那它可能会改善 但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每个状况的情况 也是不太一定吗 对 所以但是平常还是要 调整好自己的饮食 生活作息这一些 来维持最好的状态 对 心脏衰竭呢 算是一个急速恶化 突然猝死的疾病 来得又急又快 不过只要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还是可以获得控制的 今天也谢谢院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